国门开放 单施打高端疫苗的民众如果要去日本还得自费3500元做PCR 阴性才能入境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批评高端辜负国人的期待和支持应该想办法解决 指挥中心今天透露目前正在研议让施打高端的民众可以加打其他的疫苗 而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午总质询的时候则反批国民党立委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当初提案奖励国产疫苗现在却翻连笔翻书还快 我就是一个态度一定要尽量争取买到疫苗 办选台上针对疫苗采购跟封存争议 国民党立委李贵敏跟行政院长苏贞昌继续唇枪舌战 不过有别于民进党一贯挺高端的立场 现在有绿委直接开炮 当我们给了他这么多的支持跟支援来协助他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辜负台湾人对他的期待跟支持 那这点高端就应该要负责 有能力可以来负担跟处理的话 高端应该要想办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民进党立委高杂瑜本身就打了两剂高端 但现在日本依然不认高端疫苗 民众赴日还得自费3500块做PCR 高杂瑜喊话高端有能力就要负责 现在指挥中心也研议步骤方法 目前我们也正在研议 针对就是说像日本这样子 是不是可以再加打 打算比照之前赴美模式 可让高端族群加打其他厂牌疫苗 但对于实施细节排版上路时间 庄人祥都不肯松口 往这方面再演绎 希望近期会有结果 不过争议延烧至今 迟迟不见高端出面说明 都有指挥中心来党界 再党狂轰又再替高端解套 蒋万安要拨上亿以上的钱 来奖励国产的疫苗 怎么现在翻脸比换数还快 毕竟自家参选人 牵指挥官陈时中跟高端难脱钩 试图要把炮火转移到对手身上 接下来美综合报道